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他在发言的时候出现了被称为尴尬的一幕 也不是叫尴尬就出现一个狼腔 就出现那么个 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主流媒体抓住 大哄特哄 说川普非常的身体虚弱了 然后他在长篇的演讲当中 他把身体完全靠着这个桌子 靠着这个讲台 然后自己失去了支撑 险些摔倒在台上 说什么都有 结果英国的美日电讯就登了这篇内容 有两千多人吧 两千多人留言 因为跟踪 你比如说跟踪很细节的一个新闻的时候 如果两千多人留言 那是比较多的 就像我们跟大家跟踪川普的新闻内容 应该在中文媒体当中很少 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朋友提到说 有些人不懂中文也不懂英文 不懂中文 听不清普通话 又不懂英文 但又很想知道这些内容消息 生活在美国嘛 能不能有字幕 在干净世界里面 在干净世界的节目当中 就都有自动的字幕 在YouTube上 没有 所以你就到干净世界去 那我们 我们在我节目下面 是有连接的 就是干净世界 就是在 史超剧交哪 所以你到那去连接就可以了 我回头在节目下面 跟大家分享这些连接 因为这个字幕是 我们个人是没有那种力量的 所以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 所以这就是 故事就在这了 那川普在演讲当中很长时间 他立志要在明尼苏达 要打开一个缝口 那就目前来讲呢 拜登在明尼苏达的民意调查 指领先川普两个百分点 2020年 他在明尼苏达赢了川普6%到7% 在2016年 希拉里在明尼苏达赢了川普1.6% 而明尼苏达在过去52年的 这个时间里面 从1972年 就一直是民主党 所以把它称为叫深蓝州 那川普呢 在这地方要想有所突破 通常人们说的是在农村地带 就是受教育没有那么高的 那很淳朴的美国人 这个我们都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大概 而川普突然来到这个深蓝州 要在这打开缺口 那这件事情 结果他在演讲的时候 就出现了狼枪之后 就被民主党人狂轰特轰 狂轰特轰 那这里面其实 就代表了一种 在政治竞争当中的 他的可笑的程度 跟他的那种政治分 就是政治事件本身的可笑程度 跟他的这个 怎么说呢 所谓的民主的局限性 我个人觉得 民主的一人一票的局限性 里面就凑显出缺德的成分在里头 那川普当时在出现了事故之后 很巧妙 就是他的思维方式 他的处理方式 都是非常巧妙 他当时就说 他说这是谁放在这桌子 这一直就往左边请 一直就往左边请 往左请 他是在骂这个 现在的民主党人 一直往左边请 这这这这这谁 就是contractor是谁 就是谁接这个合同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你是不是存心心里 要害我 就有点这个成分 原因就是 明尼苏大州 是深蓝的 是极左的 那川普就一与双关的 半开玩笑似的 去应对这份尴尬 但是呢 他确实反映出美国政治当中的 就是从这些细节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当中的 这种丑陋 真的 没有道德基础的 所谓的民主 就是人们的那种侵诈丑陋 我个人愿意你是这么看待问题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内容 不太长 这种丑陋 美国的主题 是不得不得 你这种丑陋 这种悲惨的 谁把这壁起来 这个丑陋 这个地方是倒闊 我感觉 它一直远向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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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但 Americans are not struggling 你知道, this is the worst platform 誰放了這個鏡爛下了? 這瓦了東西 它臨死掉 我發現,它一直廢低了 像太多人的東西 这是美国 我眼睛里看 这很典型的北美的美国人 是这种幽默 他正说 美国现在正在 这种 struggle 怎么说 就是很挣扎 正说着很挣扎 那桌子趴就向左边倒了 所以他就扭脸 这都是怎么回事 这破桌子一直往左边 就这么倾着 乱七八糟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做东西 然后最后说 这是多么腐败的contract 他做这种活动 搭这个台子 肯定是给一个公司包出去 那个公司专门去负责搭台 是负责这样的 所以川普就说 很多contract都是很腐败 就是那里面腐败的意思就是 用了一些不该用的人 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 有些人呢 很腐败 给了他一百块钱 没干一百块钱的事 干了五十块钱的事 他这里面 他不会公开指责谁 但是呢 他就用这种幽默的方式 这很典型的美国人的方式 在嘲讽着左派地区 深蓝州地区 他的不好地方 那从身体的状况 从川普表现出的身体的状况 是非常强劲 他个人没有 身体上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在左派的环境中呢 就抓住这个东西 攻击他 说他靠着桌子 靠太近 然后他实际身体很弱了 那左派的势力呢 民主党势力呢 他是 他们已经承认 拜登的状况 所以干脆就两边 就甚至把川普都给挤下来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想在宣传中 我们看到是这个策略 但这个策略的本身 却透显出环境的 这种 就是政治的丑陋 我只能这么说 这种政治丑陋呢 在台湾 昨天的 昨天前天的台湾 表现同样的淋漓尽致 在国会 大大出手 五个人 是六个人住院 蔡英文 把变姓 变姓什么 变庄 变庄什么女王 给请进了总统府 那是非常肮脏 那是非常肮脏 作为这个蔡英文最后 作为八年总统的 最后一台节目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 明天20号 20号那谁就登机了 那个那个 那个赖清德就登机了 而这个大大出手的 那个呢 更令人不耻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很卑鄙的文明做法 如果卑鄙的文明做法 激发起了另外的 就是蓝白的 卑鄙的 合法做法 很缺德的做法 激怒了民进党的议员 然后 然后就为了立法改革国会 赋予国会更大权力 然后就干起来 这就是民主 说实话 这就是民主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今天的台湾 就目前 只剩下一个赖清德 其他各党派 什么都没有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内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